好民国47年正式成立御礼慈会堂到现在 年久失修历经半年后终于修缮完毕 那么30后一早呢 迎请众神回庙与安坐 信徒准备了生理公平敬拜 答谢神明福应庇佑 简单的仪式也非常隆重 信徒小心翼翼的把神座安放好 这里是御礼慈会堂 因为年久失修历经半年 终于修缮完毕 30后的一早迎请众神回庙安坐 信徒准备了生理公平来祭拜 答谢神明福应庇佑 仪式简单隆重 一礼慈会堂与内殿彩绘工作 我们想想怎么样指数 今天各神村归位 现在是早上的时候再敬请 更归位明项 归位谈完毕以后 我们就要参加这个祭拜祭典 在修建厂商的积极师座下 此会堂修缮工程 终于告一段落 信众选择及时 迎请众神尊们回家安坐 以虔诚的心祈求风调雨顺 居民平安 祝洛御礼的慈会堂是御礼供奉金母娘娘的公庙 而在农历12月22号是堂庆 在这一次修缮完之后 信徒们表示 未来有更好的环境 赐奉众神 重启庙宇的信仰香火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玉礼正采访报道